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当年京剧盛行的时候举国追捧全民唱戏 试想那该是怎样的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潮流 可惜我们都没能赶上京剧的黄金时代 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 在专家的述说中重温一下京剧的辉煌时代 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坐落于北京古房桥的西南角 始建于1830年 重修于1849年 促成这次重修的是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 这一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泉因为仕途不顺 郁闷之下跑到湖广会馆看戏散心 不料戏的内容有讥讽清政府的意思 他怕受牵连正准备离席走人 可巧楼上一个老太太正抱着孩子撒尿 把她淋了个正着 本来就不顺心的曾国泉 这下更心烦了 一怒之下命人砸了大戏楼 曾国藩听说此事后 马上派人修复了被地底砸毁的建筑 并主持了大戏楼的全面重修 使大戏楼变得更加华美 据统计当年的北京城仅仅是 湖广会馆大戏楼这样的会馆戏楼 大概就有四百多处 史料显示 自京剧兴起后 京城的戏楼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其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最 如道光和咸丰年间 仅正阳门外的戏楼 就有庆乐 庆河等酒驾 现在的人们大约都忘记了 老北京曾经是一座戏剧之城 看戏曾经是这座城市最时尚的娱乐方式 金剧真正诞生以后 在全国的这种普及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一种状况 那个时候有一首诗大概有两句吧 说谭心培 国家兴亡水管德 满城街唱叫天儿 满城你到处能听见张嘴 就是谭心培的唱座 人人都在都是很喜欢金剧的 而且又喜欢那些名角追捧那些名角 你有人在说吗 说是有钱去看梅兰芳 没钱不听狗汪汪 一般的对梅兰芳 对那些名角那种追捧 那可以说超过了今天的追星 而那个追星不是一部分人 而是全社会上到皇帝王公贵族 那些达官贵人 包括到后来以后的总统什么的 总理什么的那种民国时期的贵人 吓到那种泛夫走卒 你可以瞧那拉洋车的 拉着洋车在那唱 好领一身啊 他觉得很愉快 在那种澡堂子里头 咱们北京过去没有这首浴池 公共澡堂子 在那澡堂子里头 听到的最主要的都唱京西 烟雾腾腾 反正谁也瞧不出谁什么样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那里唱着舒服 清代京城的民间戏楼 一律都建在外城 集中于前门 宣武门 天桥以外 历经三百多年的正义慈戏楼 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戏楼之一 因为罕见而独特的结构 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保存蛮好的一座 整体木结构的室内剧场 由此被称为中国戏楼的活化石 现场与梅兰邦纪念馆的清代绘画 鸿光十三绝中的多数名领 都曾在这里登台现役 如金具鼻祖 程长庚率领的三庆盘 以梅巧林为班底的四系班等等 看到今天大戏楼里的冷清场面 很难想象一百多年前 他一跳难求的火爆情形 在北京一旦演出了 京剧的时候 有些好专业演出的时候 那是这爆满的 你坐票要满了 站票要满了 甚至那些挂票 你知道吗 那就请到这个 这二层楼上掉下两根绳 拴个板凳 骑的板凳上 那么去开戏的都有这种现象 面对观众的热情 和火爆的演出场景 再大的戏楼都显得局促似的 金具名角的人番上场 精彩分成的剧目 催生出更多观众 对金具的痴迷 去网以 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 和正义慈戏楼的辉煌 都一去不复返了 遥想当年 在那些雕梁画动的戏台之上 多少名角慷慨而歌 再想想台下一双双热切的眼睛 一片片雷鸣般的叫好声 台上台下 开始多么令人激动的看戏场面 可惜我们没能赶上那个时代 如果赶上了相信你我都很难置身事外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一下当时的金具 到底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金具的盛行首先打破了社会分层 成为各阶层共同喜爱的文化活动 从宫廷到王府 从宅门到市井小巷 不论是名流贵族还是贩夫总族 金具都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经济的追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渗透人们心灵的 宣泄人 泄导人们情绪的这么一种方式 比如说他高兴了 高兴 你马里了我 西两家 哎呀很愉快的 来去抒发自己的情绪 不高兴了 心里很愚昧 中国人是个内向性性格 不要去 不一定要费的 可以人言五二三不好说 怎么办呢 一轮 你 他可以唱 愁雷心中似箭川 所以说各种的唱签 是很多老百姓听了戏 或者听了唱完以后 他作为一种说发情感的 宣泄情绪的一种审美方式 自从有了留声机 老唱机之后 人们听戏的方式 就不至于到大戏楼去了 买不上票 或没有办法到戏楼看戏的情况下 留声机和老唱机 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 那于北京湖广会馆的北京戏曲博物馆里 就收藏着这样的两台老唱机 从收集来的一些非焦老唱片里 我们甚至还能听到一些名家穿越时空的优美创断 越来越轻洁的传播方式 令京剧以更宽广更迅猛的速度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除了用京剧宣泄内心的情感 京剧甚至成为人们教育孩子的内容之一 可以说戏曲经济当时在很多人的心里 它是生活的重要准备部分 生活中的很多事都离不开它 包括老太太教育孩子的时候 被孝敬 不孝敬刘神天雷暴 雷劈张继宝吗 戏曲中的典型 一身典型 已经深入人心 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些典型了 在京剧天雷暴中 张继宝是一名被收养的器婴 他考中状元后 翻脸无情 竟然不认抚养自己的养父母 忽逆不孝的张继宝 后来被雷公劈死 据清代生平署的档案记载 光绪皇帝戊戌戌戌变法失败后 重新夺回政权的慈禧 把光绪囚禁后 仍然无法平息心头之恨 常常点名让谭心培演出天雷暴 以此影射光绪皇帝 就是不报府御之恩 要造雷梯的忽逆之子张继宝 京剧非常讲教话 这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戏曲 从一诞生一产生开始 就有一个重要的要素 孔夫子叫《诗三百》嘛 《诗无邪》 那是《诗经》 是要《诗无邪》的 周元璋在南京继位以后 拿着高德成的《琵琶记》 也就是中国原杂句当中 最著名的一个作品 告诉文武百官和他那个王公贵 这么说 人人都要看这本戏 这本戏如不博书俗一般 虚宜不可理 那就是宗友明 因为他是教宗教孝的 不关风话题 宋豪也枉然 所以说 经剧也好 戏曲也好 从他一产生 就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的作用 他讲究内涵 讲究思想内容 叫《文一载道》 戏曲本身 他是要让人通过看戏 心生良知 心生敬畏 心生恐惧 心生怜悯 要做到忠孝 人一 清朝统治者 对京剧演出剧目的法官 同样严格 对于其中的原因 有人一语道破天机 场上窃欲偷乡 则观者迎心生 场上巧偷豪夺 则观者贪心生 戏台上下 演戏的人与看戏的人 相互影响 这一微妙的官剧效果 恰如正以慈戏楼的一幅对联 眼飞欢离合 当代岂无前代事 管一扬高匾 坐中常有 聚中人 是啊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人们痴迷于京剧 恰恰就在于此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 官方微博 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训练时间 再见 再见